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预告片段 目前大家国际上在看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在解释这个病毒 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 疫情的条件 事实上大家心里有点觉得说 它具备了一些条件 全球这么多的努力 它也是继续 它虽然没有烧得那么大 但是这样烧 那么总是希望到夏天以后 端午节前后走开 希望说它到那时候不论怎样 那些没有被封掉的地区 可能也已经很厉害了 我想有两个迹象显示说 这个大陆其实可能没有一块净土了 如果说整个大陆都有很大规模的 没有明显传染源的涉气感染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全面断航 从这个爆发五万肺炎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损失大概是十兆新台币 十兆新台币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十兆新台币是约莫 我们台湾一年的这个 我们政府总预算的五倍 在上海爆发一个群聚感染 它的感染地方就是在健身房 70到78的范围都可以杀进 但是你千不能用95%的酒精 95%为什么不能用 会造成所谓的病菌细菌的表面 蛋白质凝固 2cc到5cc就可以了 因为弄了一堆太浪费资源了 一样 刚刚的方式搓 夾工 内外夾工的部分 大拇指是这样子 然后再甩 它自然会干掉 我有做了一个防疫箱包在里面 我就把它钉在我的口罩里面 钉在口罩里面 然后做一个可以来学生的配戴 搭放入境健康声明卡一张 还有集中检疫通知书 疑似三份 填选完成的人 请在机上先稍后 台商搭上手办飞机 情绪都很激动 一抵达台湾 有些人等不及在飞机里头 低头滑手机 和家园报平安 有些人站起来 希望可以赶快下飞机 因为这一刻他们盼了好久 各位观众 我们为您独家专访 我们邀请到的是 前国建署署长 同时也是流行病学博士 邱淑提 博士您好 博士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博士在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VCR是台商 已经陆续回国了 在整个的防疫措施上 我们非常遗憾看到 在包机上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 当然整个政府也全部动员起来 台湾所有的群众也非常有防疫的观念 但现在您看肺炎已经全境扩散了 包含中国封城是连环报 2月4号杭州封城了 2月2号温州封城了 1月23号往前推 当时是武汉封城 有更多第一手第一线的观察报导是说 其实很多小区都在封城了 只是没有对外的宣布 您怎么看 首先当包机回来的时候 所谓的群聚感染 我们要如何预防 是 我想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用一个围堵的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疫情 局限在越少的范围 越特定的地方 那当然对于其他的地方 相对就比较安全 但是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大陆 越来越多的地方 现在还扩大到丰省 那么其他国家就对中国来进行禁运 那可是也有更多其他的国家的病例 在增加 那乃至于到最近怀疑 可能是有一家人 会不会是在香港过境 或者是从香港出发的 这个飞机上面感染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是我们对付一个没有疫苗 没有特效药的病毒 一定会采取的措施 然而这个病毒 跟之前的冠状病毒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也有不好的一面 也有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就是说 它的表现 比较相对的温和一点 它的症状比较不一定那么明显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它会越来越难围堵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或地区加入名单了 那么所以你要靠这样子去辨识 是不容易 而它症状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个围堵 台湾现在所做的很多的努力 是非常好 事实上是有效的 它是在延缓 我们社区感染发生的时间 那这个在国际上还有 不只是对于我们的安全 也包括在我们经济上 所蒙受的创伤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说 当然这个病毒表现比较温和 那比较不容易防毒 但我们so far so good 但是老实讲 我们做流行病学的人 会觉得抗这个病毒的特性 这是在 有点说就是迟早的问题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延后 但是比较好的一面也就是说 其实你去看它的致死率的话 那么在最新的发表 在美国医学会期刊的 这个一家医院的统计的话 它即便是这些病人 都是肺炎的病人 那它的致死率百分之四 那事实上流感 以台湾的重症流感的致死率 可能都还比这个高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防堵它 但是我们尽力 但不用过于恐慌 那我们要了解说疫情的发展 会有它的接的 我也希望它就此停下来 当然 但是恐怕 其实专家现在都不愿意讲 但是心中会觉得说 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 我们也要延缓 各国去认识这个病毒 越认识以后把那个恐慌 稍微降低 把理性的做法提出来 然后大家慢慢的全球学会说 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病毒 用一个空拳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样戴起来 戴起来 也可以用有点带甩的方式 直接去震动我们这边 比较靠近肺腹的这边的一个气血 它整个肺筋的一个起始点 它循环会更顺畅 所以假如刚刚这个脱揉 我们觉得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做的话 我们记得自己可以去敲敲 我们这个比较平原头的地方 敲敲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按压跟揉的方式 去把这些区块按压一个酸度 让它有一个刺激性 效果会更好 好 接下来是中医师要教大家 防疫可以敲肺筋 来 朱医师 这是顾背的十一个穴位已经曝光了 由您来解释 好 OK 我们肺筋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最表层 我们说肺主皮毛 那这个五脏六腑肺 它就相当于就是我们最外层的一个防御力 那其实也包括我们的口腔的黏膜 其实它都跟这个肺 其实是有一些息息相关 那我其实会建议大家 其实也可以透由敲打我们这个肺筋的方式 来提升我们一个 比较偏皮表的一个防御力 那肺筋很简单 肺筋其实它只有一边只有十一个穴位 它会从我们的这一个锁骨下面 跟我们的胸大肌这一个凹窩这边 它有一个中腹穴 云门穴 会一直顺着我们的手臂 这个肌肉二头肌的位置 这位置 然后从这边再顺行 然后再手掌的一个逆側的 一个偏上缘 然后沿着下来一直到大拇指 那所以我其实 刚刚其实也有影片嘛 对 我们现在开始请朱医师 教学敲肺筋 观众朋友请跟着学 三位来宾跟着做 我从这儿努力做好 没事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 我们第一段我们可以分前面 前臂到手掌 我们可以做一个搓揉的方式 我们两只手可以一直持续搓揉 三十下到五十下不等 我们就可以这样给它 顺顺地把它搓揉 搓到热 让它气血可以去顺畅 一边搓完 我们就可以先搓另外一边 然后搓揉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顺势上来 敲敲你的二头肌 这比较简单 我们就敲一敲 平常拿东西的劳累嘛 顺便敲一敲 敲到哪里呢 敲到我们这一个 刚刚讲的手骨下 大概在五点到七点之间 或七到九点之间都可以 我们这段期间来 敲打我们的肺筋 效果最好 好棒喔 接下来我们节目的 这个资讯非常多 第二张手板请铁粉 你先拿相机拍下来好吗 这是全民抗武汉病毒 中医师的自保湯 第一道叫做补中益气汤 有哪一些成分 我们补中益气汤里面 其实就有我们的黄芪 就是前面这一道 这一道里面 这一道里面 其实它有我们主要的成分黄芪 黄芪 然后还有我们的 制甘草 然后有我们的人参 还有白竹 柴湖 然后还有我们的大枣 白竹 然后等等 其实我们这个中药材里面 这个补中益气汤 它其实在现在防疫过程当中 我们在一个 我们还没有在 还没在一个疾病的进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先提高的 其实是我们的防疫力 我们的防疫力 其实中医讲气跟血 那这个气是比较偏外围 就像刚刚提的 我们的肺筋 一个巩固我们的黏膜 我们的皮表 那我们的这个补中益气汤 一样把我们 从我们的脾胃 它里面有一些像是四菌子汤 比较顾脾胃的成分 可是它把符苓改成黄芪 黄芪它甚至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 比较深层的一个水分 往外带 把我们巩固起来像一个防护罩 那这个补中益气汤 它就是有这样一个特质 那其实从这个补中益气汤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到这个方去煮 然后去煮来煎来喝 也可以 喝完会觉得身体真的热热的 官二妹 贴粉们 如果说有三位以上的中医师 都在推荐浴瓶风散的话 或许真的是防疫方 真的喔 黄芪一千白竹四千红枣适量 水是一千五百CC 它的做法是什么呢 浴瓶风散 它其实就把这些药材 我们把它洗净以后 把它放在中药包 去做一个煎煮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食用 那在这一个部分 像假如说有些人 比较容易脏气 我也会有点肚肚的状况下 其实红枣可以把它改成生姜 我们可以改成生姜 来做一个降溢脂胞的动作 今天教铁本们制作防疫香包 而且这是防疫中药口罩 对 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也有做了一个 防疫香包在里面 我就把它钉在我的口罩里面 钉在口罩里面 然后做一个可以来学生的 可以配戴 它有细心 有我们的五足鱼 有大黄 有彩虎 然后还有仓竹 那这一些药材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打成粗粉 把它打成粗粉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用 像我们一般的茶袋 就一包了 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茶袋里面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装进去 装进去其实两个使用方式 一个是说像刚刚的一个 口罩的一个方式 口罩一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戴起来 就很方便 防疫口罩 对 防疫口罩 中药防疫口罩 对 其实我可以做一个 真的有一个香包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香包以后 再把它塞进去我们的一个 比较漂亮的小袋子 或者放到那个小朋友的一个 前面的口袋 对 它就可以时时拿起来闻 随时防疫 观众朋友为您介绍 今天重量级的嘉宾 感染科权威李炳颖 李医师你好 欢迎你来 大家好 李医师 我们看到台商回国 但是在机上有确诊的病例 我想引你专业立场来看 目前为止你认为如何全面 来封锁疫情 因为肺炎全境扩散 现在中国封城也是在 连环报当中 您认为 是不是应该要全面断航 或是在全面断航之外 应该如何完全的 让疫情有停存点 好 我想我们现在全世界 包括台湾的命运 都牵涉到大陆疫情的控制 那我们最感到困扰的是 大陆的疫情资讯非常地不透明 所以我们在判断 我们要怎么做 检疫工作的时候 就受到很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 大陆有哪些地区 发生大规模的 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如果是在群聚感染 在家庭里面 在学校里面 那没关系 我们最担心的是 你如果走在路上 到百货公司 你就会无缘无故 得到感染的话 表示这个地区的疫情失控 我们必须对它完全断职 来往 这样是对我们台湾才是安全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够判断说 封城的地区 表示说它那个地方一定是 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 传染很厉害的 它才会封城嘛 所以对封城的地区 我们都会加强警示 一级或二级流行区 没有封城的地区 理论上是比较没有危险性 可是疫情资讯不过透明 我们怀疑说 那些没有被封掉的地区 可能也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想有两个迹象显示说 这个大陆其实可能 没有一块净土了 一个是说 它几乎所有的省市 都已经封城 大陆可能没有一块净土 完全或部分封城 少数几个城市 没有采取封城手段的呢 是北京上海这些 人口聚集非常大的一个都市 你想想看嘛 大陆其他地区都已经开始 有社区感染了 这两个地方 可以没有吗 太一定有 所以我们只能够猜测 那边其实也应该 疫情也很严峻 如果说整个大陆 都有很大规模的 没有明显传染源的 社区感染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 考虑前面断航 因为一开始 我们之所以 没有像美国那样 积极的断航 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那个大陆 跟台湾的那个经济 关联性太高了 一旦断航的时候 台湾经济损失惨重 因为台山太多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允许部分的 山旅的活动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说 如果大陆是整个都是社区感染 那我们还持续这样子 航空运输的时候 一定会有防疫的破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一旦这个防疫的破口出现 这个病毒进入台湾 变成社区感染的话 世界所有国家 都会对台湾断航 我们会被锁掉 那个时候我们经济的损伤 还有我们的生命财产的损伤 远大于前面断航 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所以这个我们是要 虔衡的地方 过去一周 我们发现看到有一些现象出现了 救命药已经吃完了 台湘回家路遥遥 甚至离时该怎么办 两个国际邮轮去了51个景点 后来收到了这个紧急通知 很多人收到心很慌 我该怎么办 开始回想了 我过去去过台北市的这些地方吗 迪化街 连杨明山竹子湖 台北101 台北101深夜 马上发出声明说 他们当时做了很多的措施 有基隆 有新北 这个问题 我们要关心 要担心 第一个传播的途径 第二个有没有停损点 第三个 接下来专业的角度意见出喝防办 这个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因为它牵涉到的地区太多 它牵涉到的一个人口数太多 那首先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有些部分 当时有下船旅游的人 其中有四位后来被确定是武汉肺炎的感染 所以的确是有风险 但是我们也宁愿相信说 因为他那时候还可以下船左洞 疾病并不厉害 他才可以到处旅游 他身上的病毒数量可能还不多 或者甚至还在潜伏期 所以他会因为这样的理由 那个发生台湾这种社区传染的可能性 并不高 不过我们还是要加强那个警觉性 那我们目前最近的规范就是说 如果在旅客 所曾经到过的这些地方 他有高风险的话 我们就是一旦你有 那个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症状 发烧这些 就要去做病毒的裁剪 那所谓的高风险就是说 你跟外局旅客 因为这个游战大部分是外局旅客 跟在一月三十一号 他们下船的那一天 那个有跟外局旅客 在这些地方有够密切接触 时间超过十五分钟的话 你就被列为高风险 那这些人呢 我们这个不管是高风险低风险 我们都是建议要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平常戴口罩 那尽量不要外出 那在这段时间 如果你有严重病症的时候呢 你就要大概是要 就医的时候就要告诉医院 你有可能有这种接触史 那我们由医院医师 来判断说你需不需要去做 病途的检验 那我们现在的警示期 大概就是从一月三十一号 他们下船的那一天 算十四天 因为我们觉得说 这个病毒的那个潜伏期 大概最长就十四天嘛 就是要一直到差不多 二月十四号开始 为止如果这段时间都没有 台湾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出现新病例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安全 全台湾很想问一句话 海里医师 我们要什么时候可以稍微放心 有没有停损点 夏天吗 或者是半年之后吗 或者是端午节过后吗 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吧 对我们 我们台湾就是 会不会有停损点 最重要的就是 大陆有没有停损点 大陆有停掉了 我们才能够稍微 比较放心下来 那有很多不同的猜测 有人说什么疫情 一月初的时候 他就说可能 一个月之内 高峰期就会过 疫情就会往下掉 那时候我就觉得 他们的猜测 是太过于乐观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确实 把所有的 那个武汉肺炎的病例 都隔离起来 那么停损点就是 疫情发生后的 差不多一个月 是可以预期的 对 可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是失控的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病患 都隔离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 获得的资讯是 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 它的轻症比例 高达八成左右 你看到的是 差不多百分之五 左右的重症 百分之十 左右的重症 你当你看到的 确定病例数 是10的时候 你的轻症病患数 可能是100 然后这些轻症 它有活动力 它可以到处 到处爬爬 然后到处酸胞病毒 这个是这个 疫情很难马上消退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在最近这段时间 天气都是冷的 冷天气是比较有利于 冠状病毒的扩散 包括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 然后第三个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能够马上做出 一个有效的疫苗 去控制这个流行 所以我对这个疫情的发展 是比较不乐观 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一直看到说 大陆的省市不停不停的被封城 表示这个疫情不停不停的 正在扩散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止 他的控制他的疫情 所以我们唯一的就是 可以说的就是 那个冠状病毒都不耐热 到了夏天疫情会趋繁 所以大概就是到了六七月以后 可能慢慢这个疫情会趋繁 可是很多专家是认为说 这个疫情即使趋繁 大概不会消失 他这个病毒以后可能会就是 一直留在地球上跟我们一起 他以后就是 所以我们以后还是重要的是 要发展出有效的疫苗 才能够完全阻截 这个疫情继续扩散 继续有那么高的一个死亡率 所以在短期一两个月之内 我个人是不认为说 他疫情会趋繁 我们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了 最后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 大家再问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观念 什么样的态度来自处 开学延后开学 可是要开学了 上班也要上班了 其实人生有规划 你该去哪里旅行出差 你照样要去了 我们先像现在看到 每个人都是戴口罩的 口罩是留给医护人员需要的 我记得十几年前你也讲过 那个时候SARS抗煞的时候 你就讲18年前 N95是给医疗人员用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抢N95 我们是用平常心来面对 外科口罩可以 就按照宣导的方式来进行做防疫 对 我一开始 这疫情开始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台湾准备好了吗 这疫情出来 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 我的回答是 我们的政府 卫生主管单位 拼了命 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的医疗单位 对隔离病房 这些东西也都做好了 准备一定会拼命 阻止疫情扩散 最大的关键问题 在民众有没有配合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众配合度 出现问题的 一个就是戴口罩 大家风买口罩 然后造成 连我 我现在也被 口罩被限制使用 你现在有几个口罩呢 我一天只能领一个 可是我一个礼拜只能够领一次 那个免诊只有两次 所以我一个礼拜领两次口罩 跟一般民众是一样的 一样的 第一线你也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 风抢口罩是不必要的 我们要看疫情的扩散程度 台湾如果没有社区感染 我们现在把风堵在境外 没有社区感染的情形之下 你在台湾戴口罩 就是亦反流感感冒 其实注意个人卫生习惯 生病的人戴口罩 这样就足够了 在公共场所开放的空间 你其实是不需要戴口罩 不要去抢口罩 第二个是民众的配合度 就出现问题的就是 没有按照规定到处爬爬罩 人家叫你自主天干宽 你就跑去外面灌街了 或者是隐瞒旅游室 或者是隐瞒旅游室 或者是填那个错误的地址 这些都是我们最担心的 防疫的漏洞 我们如果说 防疫有破完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从这些 不合作的民众身上 跑出来了 要不然的话有那个 明显旅游室的那些 我们都有严密的管控 所以还是要呼吁 民众一定要配合 防疫是从作战 作战 作战不是只有卫生机关 或者是医师在前线作战 民众也要加入 獲勤补给 所以不要封买口罩 有必要的时候才戴口罩 然后有旅游室接触时的时候 一定要诚实地告知 否则的话 如果哪一天 台湾发生社区感染 是因为你的关系的话 你会在我们台湾的防疫署 死伤 留下永远的无名 戳 夹工 面外夹工的部分 大拇指 是这样子 对 然后再 它自然会干掉 全球这么多的努力 它也是继续 它虽然没有烧得那么大 但是这样这样烧 那么总是希望到夏天以后 端午节前后 总该 希望说它到那时候 不论怎样 上海爆发一个群聚感染 它的感染地方就是在健身房 全民经济是不是受到影响了 财经专家黄世聪 聪哥你的观察 对 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防疫 防疫有没有出现 漏洞 你看从安检滴水不漏 全台备站 还有包机台商 有女性咳嗽不止 新美的夫妻居家隔离趴趴趴趴 回顾这一周 其实看到两起 一个是国际邮 公主号 51个景点 大家非常的紧张跟担心 是 没错 事实上现在全台都陷入一种 防疫的气氛当中 我们先来讲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到底对全球影响多大 第一个就是说 从爆发武汉肺炎到目前为止 全球股市的损失的市值 约莫市已经来到新台币30兆以上 那我们先以台湾来说 台湾的损失大概是10兆新台币 10兆新台币是什么样的概念 10兆新台币是约莫我们台湾 一年的这个 我们政府总预算的五倍 所以这个损失其实非常大 那当然不只是经济上面的损失 对人员上面的这个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 虽然第一个时间就做出了 非常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 包括控管口罩 还有这些相关的措施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大的 这个防疫漏洞 那尤其是来自中国道的这一边 那我们看到中国道 目前的这个情形来说 它几乎是整个国家 都已经快要封起来了 都这个审 该封省的就封省 该封市的就封市 甚至小区的这个控管 都已经控管到了 那这个对台湾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的长远 因为台湾大概 我们上市上规的公司 有百分之八十的公司 都在中国道有投资 因为这一次武汉肺炎 爆发的状况之下 我们第一季会有非常多的产业 出现前所未见的冲击 第一个冲击 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业 当然不用讲 你看看政府已经有相关要 提出这所谓的这个纾困方案 所以旅游业 尤其是专攻中国道旅游的 这个绝对是重灾区 中间的重灾区 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目前如果大家去看 目前我们台湾的各大的 这个旅游景点 各大的饭店 各大的餐厅 都几乎是没有人 对不对 虽然有人乐观论是说 我可以逢低入市进场 没有人去 但是你可以知道 去玩的人真的非常少 所以对我们国内第一季的旅游 观光餐饮 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所以这些都占我们国内的生计 大概我们如果以国家来说的话 这些内需产业 大概占我们所有工作人口的70% 所以这个一定会影响到生计的 再来就是说 因为很多台商它的设厂在中国大陆 那设厂在中国大陆 很多台商可能是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公司 但是因为现在开工日期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一天损失 一天损失都非常大 我们来检视的是国内口罩的产量 国内口罩的产量 为什么是国内现在的产量不够用 我们共提时间 相信中央有足够的口罩 绝对不会有口罩实名制 这已经是一个方法了 大家共提时间 不过聪哥如何来分析 也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口罩之乱 台湾口罩是进口的 对 事实上以这样来看 就是说台湾之前的口罩的产量 是全世界第三 那我们必须讲 因为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产量 是在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他们这个了不起 了不起 一个一个月的这个最 一天的最大的产能 大概是两千万到三千万片 但是现在因为 中国大陆很多重大疫区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湖南省 这次的湖北省 有一个叫做仙桃市 也是重灾区 但是它是全世界的口罩之都 那口罩之都是重灾区 你就可想而知 中国大陆现在缺口罩 缺得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媒体的报导是 中国大陆各省市 在互相扣对方的口罩 你进口口罩 我就把你扣下来 海关扣下来 所以你要要求中国大陆再出口 那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大出口国 以前的口罩 口罩的第二大生产口 是日本 日本的话一个月的这个生产量 月末是可以到达 大概四亿片左右 那为什么日本这么高呢 因为日本人他们有那种 所谓的花粉的过敏症是占 全日本人都几乎有 这样子的一症状 所以他们生产量 大概是四亿片 但是现在呢 日本现在是没有口罩 如果你现在去日本的 街上来说的话 你是看不到任何的口罩的 那日本现在准备说 糟糕我们要可能留下来 让日本人自己用 所以日本的这部分的口罩 产能大概也没办法 那台湾现在是我们政府 已经征用了民间的所有的口罩 的产能 那我们民间所有口罩的产能的话 一天大概是两百到三百万片 了不起 那我们政府现在要另外新辟产能 预计最快的时间是三月初 会有一千万片 就是每天一千万片 会产出来 到时候我们台湾就可以耀升到 全世界的第二名 就是产能是第二大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一直到三月初 这个量能出来之前 我觉得还会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呈现一个工需不足的 一个情形 等到三月初一开始的时候 一天一千万片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到时候的口罩量 应该是非常充足 搞不好我们到时候 还有机会可以外销到国际去 台湾的防疫观念非常强 我有一个四框 这个画面是我们制作人 实地去做查访的 晚上八点钟 制作人下班 在松山机场 发现机场是冷冷清清 第一个是防疫观念 大家都有了 但第二个影响到的是民生经济 这也是在用餐时间 百货美食街 人潮真的不多 葱哥你看 电影院空荡荡 周末去拍的人真的不多 健身房 我是一个运动的人 我现在只上一对一 空于这一种团体课的热瑜伽 我暂时我就不敢去上了 这个是健身房的情况 是 我觉得这个国人 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当然你到公共场合的话 是戴口罩比较好 但是第一个就是说 能够不去就尽量少去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中国大会也是受到 很大的影响 我们讲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中国大会去年的初一的时候 他一年的这个 他初一全中国的这个票房 约莫折合新台币是大概是 二十多亿新台币 可是今年就掉到一百多万 他们也都不敢出门去看电影 那当然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台湾今年的票房 电影票房的到去年的 衰退非常多 对不对 那当然大家不敢去看 另外一个就是说 包括说健身房 没有人敢动 为什么 事实上这个要非常留意 因为事实上这几天 传出一个消息 是在上海爆发一个群聚感染 他的感染地方 就是在健身房 当然我不是恐吓大家 但是我就觉得说 提醒你小心 对提醒大家要非常小心 就不要以为说去那边 健身是很健康是 就不会有感染 这个是两回事 另外一个美食街 当然也是冷冷清清的一个状况 那机场 机场当然不用讲 现在因为机场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 譬如说过境香港就被感染 甚至有些人是说 坐飞机都非常危险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有警觉 我就还是提醒大家 人多的地方尽量 这个时间尽量少去 防疫假 另外还有就是开学日 我们告诉大家 你可能开学了 但是你现在开学 你会不会再继续延期 这可能都要再值得观察 现在教育部公告的是 延长寒假缩短暑假 2月15号不补课 2月25号开学 7月14号休业 支持家长照顾儿童 家长可以说防疫照顾假 不过真实情况如何 聪哥 对 当然 这个第一个时间来说 很多人就说 这个延长寒假 缩短暑假 来说对于很多 这个父母亲 要照顾儿女的 当然都非常不方便 那第一个时间 我们这个卫福部 或是我们劳工部 就说可以请这个防疫假 防疫照顾假 而且请假的时候 这个雇主应该给予准假 而且还要付薪水 但是现在 到底能不能这样做 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是说 我好像不太敢请这个假 但第一这个要劳 这个麻烦我们劳动部 可能要加强去劳减 譬如说有人 如果真的要请这个假 没办法准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 这个政府要 这个机关要动起来 这个画面是抢物资的画面 或许我们要特别说 这个不是一种提醒大家 好像有恐慌症不是 但是共体时间 是 但接下来预估的 可能就是抢卫生纸了 对 民生物资开始抢了 对 事实上我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 卫生纸应该是可以不用抢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现在搭抢口罩 是有原因的 因为口罩国内的产能 真的不够 目前为止真的不够 要到三月初才够 所以你说 我这时候真的需要 大量口罩的时候 我就要买 而且现在的这个口罩是 全世界的产能都不够 因为中国大号一天 中国大号光是真的 如果中国大号都要戴口罩 一天它都需要二十四亿片 对 这个太大的量 所以全世界现在 几乎口罩都往中国大号去集中 我们也没办法有提其他东西 所以口罩如果有人去抢 我觉得这是情有可原 但是卫生纸真的不用抢 香港抢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的这个卫生纸或是口罩 大部分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对 中国大号 现在本身就不够了 那当然无 它当然就一定要抢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看到卫生纸之乱的 卫生纸在抢的时候 大家不用太过恐慌 卫生纸应该是可以不用去抢 观众朋友们非常重要 接下来 专家要教正确的勤洗手 不过我要先抽简 葱哥 你有勤洗手吗 这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几乎把 几乎之前能够洗手的cord 全部都洗光了 只生该洗手的cord 对 因为我以前说真的 我没有那么常洗手 就等于说上厕所或是吃饭前会洗手 但是现在几乎是出入公众场合 或是坐一次电梯 我就会很快的洗手 所以现在一天洗手 大概有十几次到十到十五次 左右的这个状况 好 这个算是很好 真的 非常的好的表现 对 来 易轩是生活组的资深记者 这一阵子你所观察到口罩荒 还有所有全民面对防疫的情况是如何 其实我们觉得说 因为毕竟民众对于就是未知的事 会感到所谓的恐慌 第一时间当然这个疫情 并不是那么的明朗的时候 大家多少会有一些担心 那首要的就是这些 包含了医疗的物资的部分 尤其是有一些有家庭的 还有小朋友的 他们对于这些口罩的需求 当然是有的 但我们还看到说 比较夸张 有一些民众可能有一些误会跟误导了 不止口罩 有些人开始抢所谓的酒精 当然酒精是需求 有必要75度的酒精进行消毒 但如果说像卫生纸呢 最近网络上就遥传说 它的原物料跟口罩 好像是一样的耶 那这个说法一出的时候 就引发很多人的误会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开始去囤 那我们可以透过新闻再看到说 很多卖场里头 大家就去抢买这个卫生纸 甚至连卫生棉也有人抢 那经济部 赶快出来澄清了 他们就说 大家真的误会了 你想想卫生纸是什么做的 卫生纸是纸浆做的 那我们的口罩 其实是布之布 那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真的是大家不要太过度的恐慌 这样 好 我们马上请赵舜蓉药师出场 为什么 观众朋友仔细学啦 药师教你正确洗手 内外夹工大力外 洗干净怎么洗 洗手乳拿来开始搓 开始搓 那背的部分要搓 这外科的部分都是这样做 外科医师刷 叫刷手 那刷手副饰也是一样 那才开始夾 因为病菌会藏在这个里面 你一定要这样慢慢地夾 那洗手不能太快 你不能说十秒钟姐姐 一定少说二十秒三十秒 甚至于更长时间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 手心互搓 那这个地方拇指 然后最重要的地方 食指的地方 你指尖洗不到 开始这样搓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没有做这个动作 当然会痒 对 再痒得稍微忍耐一下 四度的两只手都一样 这样搓完 开始开水龙头 开始沖 沖水 沖水之后洗干净甩手 然后记住棚水 把这个所谓的水龙头 沖一下 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再干洗手一样 2cc到5cc就可以了 因为弄了一堆太浪费支援了 对 一样 刚刚的方式搓 夾工 内外夾工的部分 大拇指 是这样子 然后再甩 它自然会干掉 对 你这时候不用卫生纸 它自然会干掉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珍贵喔 原本预期 所谓的高峰期 可能 可能会是在2月底 因为开学延后了 但是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周 发现了这样的事情 一个也就是公主号事件 另外一个是保评星号的事件 大家在想 我们看到了政府的防疫措施 在第一时间立刻做了处理 不过所谓的群聚扩散 不是 这个时候光是一艘邮轮 61例的确诊个案 他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每一个步伐 甚至有搭过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也说了 该怎么办呢 他们也不晓得 而且还有潜不期 是 所以整个的防疫措施 再加上自主管理14天 这波疫情要延烧到什么时候 还要再一个月吗 还要到夏天吗 它有停损点吗 对 其实刚刚我已经提到这个 应该是说关键期 而不是高峰期 因为这个疫情 是在一个发展阶段 那本来它可能是会 这个曲线上升的 这个血率会比较高 那么全球大家努力 要把它压得比较缓和 可是我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这个病毒的表现的关系 所以再加上人性 人不是你叫它怎样 它就怎样 它总是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变通 所以漏网之余是难免 我们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那所以目前大家国际上在看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在解释这个病毒 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 全球大流行病毒的条件 事实上大家心里有点觉得说 它具备了一些条件 那我给你一个例子 很实际的例子 我本来有一个研讨会 二月二十三号要举办 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会高峰 什么时候会过去 我们本来要把它延到六月底 对 那当然后来因为场地 所以我们干脆就延到七月中 又延 那基本上我们的感觉是说 我们当然很希望随时它就停下来 但是一般也要是没有立刻停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边那边 会开始继续冒出来 那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都期待第二个 温度比较高以后 那么夏天来了 是不是病毒的活性会比较低 那所以可能在端午节前后 包括其实它的预防也是一样 其实大家就发现它的病例 不是只有呼吸道的症状 而且呼吸道症状 也不是每个都会有 另外它还有腹泻的症状 有一些病人会有腹泻症状 所以它跟什么 我们很熟悉的病毒很像 肠病毒其实疫情的这个表现 其实是很像 那大家也期待说 要是万一全球这么多的努力 它也是继续 它虽然没有烧得那么大 但是这样这样烧 那么总是希望到夏天以后 端午节前后总该希望说 它到那时候不论怎样 听到了 听到了关键字了 端午节前后要有盼望 另外在二月底 陆陆续续的学生开学了 原本开学是延后的嘛 你现在开学之后 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学生 你家长 你作息都要正常了 又回不到 我要正常的上班上课 我们要有什么样 一个正确的心态 好 第一个 我还是要先安慰大家 就是说 目前观察这个病毒 它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清洗 还有他的症状的严重度 似乎是比大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相比之下 小朋友是比较温和的 但第二个 我们当然不论怎样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不希望小朋友有感染 而且这一次如果有感染 大家对于他的这个防疫的规格 是比我刚刚提到的 常病毒气十一型更高的 那原则是相似的 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落实 第一个我们如果家里面 有人感染 或者有接触死 那我们的小朋友的话 我相信学校会定出一套的标准 也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有 这方面的风险 我们尽量都待在家里 不要去传播给其他人 那第二个呢 学校的这些物品的表面 台湾过去已经很有经验 所以包括学生上课 要有这个量体温相关的 要注意它的症状 然后物品的表面 大家一定要这个每日 这个消毒的工作 要把它做好 那小朋友之间 大家难免玩在一起 尽量到户外去玩 那避免太多的这个室内的密集的接触 上课的时候因为 大家都是做得很端正 我不敢说这样 风险一定非常低 但总是比玩在一起 这个磨研磨研磨研要好 所以大家就不要过度恐慌 但是我们照过去所累积的 这个防范 其他病毒的这样的经验 大家一起来做 我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说这个病毒看起来 大家很希望它随时就离开 但是看起来是有机会 再延续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总是 上学的终归要上学 工作的终归要工作 所以我们是要慢慢的 一部分的回复正常生活 但我们适当的自保 还有呢 就是其实在免疫力上面 每日的蔬果 尤其是 当然免疫力跟完整均衡的 营养很有关 但大家常缺乏一个 就是在维他命C的摄取 比如说 像一些维他命C 比较多的 这个柑橘类 或者是这个奇异果 还有这个芭蜡 我们台湾的芭蜡 这个也是 就是多摄取蔬果 然后足够的休息睡眠 不要压力太大 適度的户外的运动 那这一些 然后加上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 那减少密闭的室内的这个场所 尤其是大家容易剃墨横飞的 这种摸来摸去的场所 那这一类的场所 就像学校一样 我们刚刚讲到各种的表面 要勤消毒 那有病的人 不要去这些人多的场所 我相信我们把台湾过去 从SARS 从肠病毒 其实疫情 防疫的 累积的经验 大家拿出来好好的做 我们还是会把这个感染的人数 能够尽可能控制到最低的 好 要是提醒提升免疫力 要补充维他命D 那现在这一波的疫情 到底我们是跟病菌在抗衡 在战争 那只有受伤的动作 第一个勤洗手 第二个 你要戴口 適度的戴口罩 不是抢 不是每个人都要戴 不要抢口罩 那第三个 你要做一些防患措施 你可以再加 事实上把它落下来 稍微微弯 微弯的部分 稍微这样甩 这样甩手 这个手背 跟所谓的胸肌的部分会增加 这个是直接的 然后另外一个最简单的 甩手 脚步拉 手背拉 胸肌拉 那这个五十肩 包括你的肌肉张力 都会比较好 另外一个你可以搬着 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每天早上一定练 你可以用所谓的 经肌独立的方式 这个脚 所谓的膝盖提到脚 所谓的肚脐的部分 你发现你可以练到 所谓的小腿跟大腿的力量 那如果你没有提上来 事实上是没有练到 所以就可以抓地力会比较好 抓地力比较好 就比较不容易跌倒 你可以练这样的动作 如果你搬 没办法站好 你就搬着 这样也可以 看电视 就在家里这三招 你能做多久算多久 95%为什么不能用 会造成所谓的病静 细菌的表面蛋白质凝固 反而是保护细菌在里面 现场教学 好 那一般的酒精的吸食法 事实上是专业要吃3比1 4比1都对 那只要在70%到78%浓度 就可以了 100cc的酒精 就配30cc的水 这个是等于73% 那再过来就所谓的200cc 配50cc的水 这个是等于76%了 那很多人76 75都对吗 刚刚讲这个重点 70到78的範围都可以杀菌 但是以前不能用95%的酒精 95%为什么不能用 会造成所谓的病静 细菌的表面蛋白质凝固 反而是保护细菌在里面 所以它没办法要到深层 所以一定要75%去溶解掉 那75%怎么办 很简单 300cc配80cc的水 这个是75了 所以各位很好记的 很好记的部分 只要70到78都可以 一般的手把 键盘或者桌面 你就可以泡200ppm就可以了 对 200ppm怎么泡 5cc加上1250公升的水 那我会主要建议 像我们专业的部分 会有这样的刻度 叫做量杯 那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状况 你去市面上买这样的东西 它有刻度的 它有刻度的 500200 你就这样泡 漂白水5cc 加上1000cc的水 这个是200ppm吧 我要请朱医师 拿起你的手把来分享 这个是你面对 武汉抗肺炎的时候 你认为这个时候 要多吃青粥小菜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 都想说鸡精 大鱼大肉 其实这些肉 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面 其实它不见得说 你那么直接就可以 把它消化吸收跟运用 因为简单来讲 结合营养学 我们最先吃进来的食物 最终都要把它转成的 是我们的葡萄糖 我们的大脑主要就是 利用葡萄糖跟酮体 所以这个葡萄糖 其实在中医来说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刚才我讲的抵抗力的 补充我们的胃气 它里面的这个气 气跟血的气 所以我其实自己就 这是那一天 我可能晚餐 我就选择青粥小菜了 对 那当然我里面 其实小菜部分 我就选择比较偏 像当季的 比如菠菜 花椰菜 像这两个 花椰菜跟菠菜 它本身就富含维生素A 维生素A 它也对于我们的黏膜 对于我们的皮表 其实它会有一个 供给的这个营养素 而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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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